WTA500郑州网球公开赛 在淘汰了三号种子萨卡里 晋级八强后 中国网球一解证清文世界排名第24位 将在四分之一决赛 迎来另一位强劲的对手 来自乌克兰的安吉丽娜加里宁娜 世界排名第28位 这位乌克兰选手 可谓是金花杀手 不但在与郑清文的两次交手中保持全胜 并且实战中国金花取得了九胜一负的战绩 仅在2020年的阿卡普尔科 输给过王熙宇一场 这场比赛并不比上一轮好打 比赛被安排在中心球场第三场进行 计划于北京时间1830时开始 此外 已经在广州 宁波两战 WTA250级别巡回赛中 取得了一贯一二战绩的中国女双外卡组合 郭涵玉蒋心瑜 将出战女双四分之一决赛的争夺 对手是跨国组合加藤魏维 日本苏加迪印尼 对手是一对固定组合 本赛季连妹征战 取得了不错的战绩 不过经过了前面几战比赛的磨练 中国组合的自信心有了极大提升 上轮也实现了对宁波站决赛对手的复仇 应该说比赛胜负难料 期待中国组合能够继续前进 比赛被安排在中心球场首场进行 计划于北京时间1510开始 WTA250首尔网球公开赛 在首尔进入个人职业生涯首个 寻回赛女单八强的中国选手圆岳 世界排名第128位 将在四分之一决赛 挑战赛会四号种子 杰克选手玛丽·鲍兹科娃 世界排名第29位 这是双方职业生涯首次交手 在与Top30的交手记录方面 圆岳共取得了一胜四负的战绩 处于下风 但是唯一一次胜利 便发生在本赛季中国公开赛中 当时主场作战的圆岳三盘 战胜了梅尔腾斯 期待圆岳能够继续带来惊喜 比赛被安排在中心球场第三场进行 计划于北京时间14时开始 锦号头条创作挑战赛锦号 锦号妙笔生花创作挑战锦号 锦号郑清文锦号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